人到了中年之后,就要开始做解法了,真的没有必要把那么多的人请到自己的生命,应该给人际关系来个断手离,扔掉那些无用的社交,而只留下对自己有帮助或者相处很舒服的朋友。 毕竟进诸者是静默者黑,人的圈子还是很重要的,多和优秀的人打交道,我们也会耳濡目染,水平不断提升,但和有的人在一起,只有坏处,没有好处,还很可能沾染他们身上的恶习。 人到了中年,就到了不惑的阶段,很多事情都应该看待,不该那么的执着,留下该留下的,而有些朋友就断了吧,毕竟没有益处,一般来说,人到中年,这几种人就不要来晚了,多交无意。 第一,打心眼里看不上你的人,我们身边的朋友,并不都是能够欣赏我们的,有的朋友真的非常的高,打心眼里就看不上你,每次和你见面都会损你,各种在你的身上找存在感。 在年轻的时候,我们很可能自卑不敢反抗,又或者特别的想证明给这样的朋友看,而一直保留这样的朋友。 但是到了中年之后就算了,这种相处很累的朋友还是不要留了,你们有必要活在他人的眼光里,我们要留下真正志同道合,相处舒服的朋友,而对于那些对自己不认可。 你先打压自己的人,离得远远的,省得消耗能量,给自己找不自在。 第二,不求上进,满身怨气的人,我们知道能量是会传染的,特别是负能量,传染的速度更快,影响更大,我们要适合不求上进,浑身充满负能量。 遇到事情就喜欢抱怨的人打交道,我们也会不自觉的变成那种只会抱怨,不会做实事的人,这真的非常的不利。 人在三十岁之前学本事,而三十岁之后,要和有本事的人打交道,多和上进的人来往,学习他们身上的优点,这样我们才能不断的进步。 而那些不上进,浑身散发怨气的人,我们还是离得远一点吧。 第三,爱搬弄是非,人品不好的人,我们交朋友求的应该是质量,而不是数量,所以品质是很重要的事情。 对于那些人品好的朋友,我们要多多的来往。 但是对于那些人品不好,常常爱搬弄是非的人,我们惹不起,还是尽量远离吧,省得把自己绞尽了是非之中。 人生应该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去做,而不该把时间浪费,在一些不值得的人和事上。 一个人品不好的朋友,很可能会把我们带歪,带给我们的全是不良的影响,我们应该坚决杜绝。 第四,不讲诚信,很爱占小便宜的人,人和人之间的来往,讲求的是诚信,但是有些朋友总是说话不算话,做事一点不靠谱,而且唯利是图,总是希望在别人身上占便宜。 对于这样的朋友,我们尽量的少来往,更不要和他们做生意,否则很容易产生不必要的纠纷,搞得自己非常的郁闷。 真正值得我们交往的朋友,一定是诚信为先,爱才有道的君子。 寄予,人到了中年之后,随着阅历的增加,时间的沉淀,活得应该更加的透彻。 有一套自己的交友规则,也非常坚定自己的目标,再也不能浑浑饿饿了,也没有了逃避的资本。 所以即使再重感情,有的人际关系还是要梳理的,真的没有必要把时间浪费,再勿用的社交上。 什么样的人值得交往,什么样的人要即使远离,应该做到心中有数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哦。